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神期待我们要如何服侍神 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 立委纪第九章 是祭司第一次的献祭 这一群祭司学习服侍 今天你我要学习服侍 我们看到 神提醒祭司要献的祭 第一个是献赎罪祭 意思是 我们要呼求耶稣的宝血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 让我们可以圣洁的来 服侍我们的神 第二个要献的祭 是凡祭 凡祭是完全烧在祭坛上 代表完全的奉献 神提醒我们 我们要把自己生命当作活祭 献给神 把人生的主权交给耶稣 这样的服侍 上帝才愿纳 第三件事情 是平安祭 平安祭强调我们对神的感恩 也强调分享祭物 与神和好 与人和好 提醒我们 要彼此相爱 如果我们又在服侍神 又在讨厌人 这样的服侍 神不能悦纳 修主教导我们 走上彼此相爱的道路 接下来的经文 我们看到 上帝的荣光 向众民显现 有火从神面前出来 在坛上烧祭 繁尽 割止油 是看到当我们服侍的时候 神的荣耀 要向我们彰显 而最后 摩西举手 为百姓祝福 神期待我们 彼此相爱 彼此祝福 用我们的言语 用我们的服侍 来祝福 我们身边的人 要节 在二三节 摩西 亚伦 进入会幕 又出来 为百姓祝福 与花的荣光 就向众民显现 是的 神期待我们 来到神的面前 支取神的恩典 赦罪平安的时候 让我们出来 回到我们的家 进到我们的学校 公司 我们为身边的人 祝福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上帝的荣耀 就向我们彰显 不但我们自己认识神 我们身边的好朋友 也一起得着 认识神的恩典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您 救主教导我们 把握机会 学习服事 献上赎罪祭 完全圣洁 献上凡祭 完全地献上 献上平安祭 与神和好 与人和好 将神的荣光 常照耀在我们生命中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